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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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到民國38年的時候 1月1分的時候 當時的學法會戰打完了之後呢 共軍他的主力就開始準備要派戰南下 所以他就看1月15號北平這時候也被共軍給關在 所以當時的整個可以說中國的半壁江山 都已經掌握在共軍的手上 所以他就在世界上發起所謂的百萬人要度過長江 4月份4月23號當時的近戰南京 在這個同時5月份的時候上海被攻戰 所以9月份中共通過了一個所謂的一個共同綱領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講因為整個的國民政府自己的內部 就開始產生了內部一些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時的先總統講公 他在這個時候是下野的 所以當時的國家可以說是頓死整個領導 怎麼領導中心死了之後 所以部隊一下子你看到非常非常快 這種快的速度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少見 在中國五千年的戰爭史上少見 一下子度過 所以我們剛看到前面有一張圖裡面 你會發現到為什麼胡中南啊 包括李明這些人通通會被打出來 因為整個地方通通被戰 所以到這個時候裡面 9月份的時候 其實國家已經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處在一個危險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的國軍 當時我們就命令當時的這個 唐安伯去守 去守所謂的一個長江 但是實際上沒有用 共軍為什麼能夠順利的度過長江 因為當時的江陰要塞的司令官先投共 一投共之後整個長江就失守 所以他很快就度過長江 那為什麼三大戰一結束完之後 當時的因為國家經濟不好 所以有做經濟改革 所以當時就發行了什麼叫做金元券 他的面額面額有500萬 100萬 50萬 面額這麼大 所以他發行的 他是兩億的這個 預計要發行兩億的這個金元券 以三百萬元換一元的金元券 原本當初規劃是要發行兩億 可是因為整個三大戰役的失利 造成了什麼 人心經濟上的一個很大的波動的問題